腳踏車跨越雙黃線 從路口竄出 完全沒注意到後方來車 交車駕駛煞車不急 直接撞上 連人帶車被撞飛 老翁翻上汽車引擎蓋 重摔在地 腳踏車在一旁翻了好幾圈 才停下 附近貨運行的員工 聽到撞擊聲衝出來幫忙 撞擊發生後 過沒多久就下起大雨 是多名熱心的員工分工合作 還拿出擺攤的大洋傘幫 老翁遮雨 當時下著傾盆大雨 附近民眾紛紛撐著傷 協助傷患就醫 八十一歲的詹姓老翁 重摔落地款骨受傷 送醫後沒有生命危險 他十六號下午四點多 騎腳踏車穿越苗栗 卓蘭的新南街 疑似沒注意路況 才會被轎車撞上 出韓姓女子自駕駛 自小客車 以詹姓老人家騎乘腳踏車 發生擦撞 經警方到達現場 雙方九側均無語 酒後駕車之行為 老翁被撞後不到五秒 附近貨運行超過十人 跑出來幫忙報警撐傘 正在雨中等待 直到老翁送醫 熱心的一舉 警方看了都豎起大拇指 叫彭志明 詢文章錦成 苗栗採訪報導